美国和欧盟将展开贸易磋商 贸易战暂时起火 加上欧洲央行利率会议决议维持现行利率 及购债政策路径不变 表示至少明年夏季之前不会升息 态度偏向鸽派 经历德国股市已经连续四周收红 并在上礼拜拿下全球强势指数第九名 而卢森堡跟大涨5.19%成为了全球第三强 东欧的布兰股市也有4.1%的周涨幅 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财政政策 要更加积极跟金融政策协同合作 财政政策将聚焦减税降费促进研发投入 推动基础设施的专项债券发行 加上中国监管机构发布的资管新规配套细则规范 比预期宽松 以及人行进行5,020亿人民币的MLF 创下最大单日的投放规模 而这么多政策面利多 掩盖美国总统川普扬言将对5,000亿美元 中国商品磕水的利空 带动陆港股市联媒走强 香港国企跟香港红酬双双挤进了强势指数前十大 俄罗斯股市则在布兰特原油走洋 和企业财报利多带动之下 周线上涨3.33% 西德州原油今月期货价格 在上周以0.63%的上扬幅度 收在每桶68.69美元 沙烏地阿拉伯跟俄罗斯的增产 虽然说是一度压抑到油价 但由于沙国邮轮遭到夜门叛军攻击 地缘政治担忧 加上美国库存大减激励油价收红 而美欧贸易冲突舒缓 加上欧洲央行继续保持鸽派 黄金今月期货一周下跌0.66% 来到每盎司1223美元 高雄表示 近期金价走势并非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 主要是来自于市场对中国的担忧 人民币走弱使中国人民财富缩水 不过预估新兴市场的经济将会恢复增长 并同步带动汇率的走升 预期未来三个月黄金目标价 将来到1350美元 而标普510大类股是涨多跌少 尤其能源工业跟原物料类股 涨幅都超过2% 马拉松石油以及瓦来罗能源 因为财报优于预期并且展望正向 股价同步收高 尤其瓦来罗强喷将近有一成 而雪佛龙上级财报虽然说是不如预估 但是在宣布30亿美元股票的回购计划之后 股价拉高 而艾克森美孚在上季获利算说是逊于预期 但是周线还是以小涨0.64%作收 川普政府计划为美国农民提供支持 来缓解关税措施的冲击 激励DEAR以及开拓重工股价进阳 而FreeM及UPS也凭借财报类多收高 公债几率走高也带动了金融类股的上扬 而医疗保健类股则收高1.15% 其中大型制药公司里来上季营收年增9% 并且计划让旗下动物保健部门上市 股价强攻9.19% Solgene上季的获利优于预期 而且还上修了财测接力股价收高 医院的营运商HCA HealthCare 也在财报优于预期 并上修全年财测的加持之下 飙涨将近有一成五 但是Belgene的财报利多却不敌阿兹海默症 药物实验数据细节不如市场的高度期待 而大跌了5%以上 连带拖累了NBI生计指数 成为了上礼拜的全球第五弱 AMX生计也有1.48%的跌幅 另外在这一页我们还可以看到 以小型股为主的罗素2000 是上礼拜弱势指数的第六名 而摊开上周基金绩效最差的标题 就呼应这样的现象了 付报酬前五名除了做空香港国企的基金之外 一到四名都是生计和美国小型股股票基金所占据 六到十名同样出现了三档生计深化相关基金 以及一档美国小型股票基金 至于基效最佳的前十名除了富邦恒生国企单日正向两倍基金 反映上礼拜陆港股市的行情之外 又再次见到了国内基金在这个排行榜中发威了 尤其未来资产台湾新趋势基金 跟未来资产阿波罗基金 分别以7.23跟6.7%的征报酬 夺下上周基效的冠亚军 我们再回到标普11大类鼓的表现 我们看到这为二收黑的弱势族群 包括了非核心消费类鼓 以及跌幅达到了有1.65%的科技类鼓 cater第二季月活药的用户数减少了 加上因为删除假账户 使得预估用户数会进一步的下滑 而股价就狂卸了两成一以上 脸书也因为上季营收 以及日活药用户数是增幅不如预期 下半年营收的增长恐怕会进一步的放缓 股价也暴跌超过16% intel则因为数据中心业务营收不如预期 又延后推出下一代的晶片 股价重衰8个百分点 消费内疚财的脱费 则包括了惠尔浦下调全年财测 股价崩跌近16% 汽车股则因为关税导致钢铝成本的增加 看到通用跟福特汽车下修财测 也冲击到了股价表现 而接下来为您追踪 ETF资金留下 这个礼拜的财经焦点 当然就是联准会利率会议了 市场预估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在1.75%到2个百分点的区间不变 更值得留意的是政策声明当中的措辞变化 而其他重要经济数据包括通膨指标 6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核心PCE数据 7月ISM制造业及非制造业指数 7月非农就业报告 欧元区则有7月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值 以及CPI出值 而英国央行利率会议也将要在8月2号召开 预估将升息一码到0.75% 这将是去年11月以来二度升息 以上是这个礼拜放DJ基金集 1TIP周报 感谢您的收看